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论坛都会讨论到气候变迁 极端气候的灾情 在这个5月 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西班牙都传出气候酿灾 西班牙有些城市在5月已经出现40度的高温 美国是冰火两重天 美国东北部提前入下 但是西部的洛基山脉地区降下大雪 丹佛数千户因此停电 中部的密西根州 周五惨遭龙卷风袭击 是死亡性的龙卷风 加拿大传出风暴的灾情 超过34万户断电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说 全球温室的气体浓度 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 历经了最暖和最酸的酸化 这四个都是气候变迁的关键指标 很不幸全面创新高 大街小巷挤满了要消暑的人潮 有人拿出扇纸扇风降温 更多人则是拿出水壶猛灌水 西班牙五月遭逢异常高温 部分城市的气温甚至一度达到摄氏40度 让必须在艳阳下工作的民众直接受到冲击 全球暖化下不止西班牙提前迎接夏季 美国纽约渣这个周末的气温 也一度逼近摄氏32度 以往年平均高出了10度以上 让大批民众跑到海边玩水降温 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NOAA上周四预测 全美今年的夏季将会比往年都还要更热 电力公司也警告极端气候和持续的干旱 恐怕会导致缺电 其中又以中西部和州南部沿着密西西比河的住户 风险最大 不过就当美国东岸正在面临酷暑 西部科罗拉多州周六却降下罕见的五月雪 有毕业生在大雪中完成毕业典礼 而原定于20日举办的棒球赛事也因此被推延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导致数千用户断电 有部分地区甚至长达12小时 民众只能想办法取暖避免食物坏掉 美国这个周末东西部冰火两重天 中部密西根州则在上周五爆发罕见龙卷风 造成两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 临国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也传出气候灾情 周六一场强劲的风暴将许多树木连根拔起中断交通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超过34万用户断电 而在南亚的巴基斯坦则持续受到热浪威胁 白天最高湾高达46到48度 再加上水源短缺 农民对收成都不乐观 印度东北部则爆发因强降雨引发的洪患 累计至少80万人无家可归 全球气候灾情频传与暖化脱不了关系 世界气象组织WMO18日发布的报告指出 世界海洋在去年创下历年来最暖最酸的记录 可怜的小海豹就快没有立足之地 因为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只真无减 冰层加速暖化下也把海平面推升到新高度 全球气温如今已较工业化前升温1.11度 照着趋势持续发展 各地势必将面临更极端 更险峻的灾情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